大家好,我是IC 我是KT 你现在收听是ICKT 矽谷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KT 大家好,我是IC 欢迎收听矽谷为什么 我们今天的来宾Harrison汤金叶先生 是Spokell的共同创办人和执行长 Spokell是美国Top2巡人网站 有超过1500万用户 来搜寻失联很久的朋友和家人 并且保护他们的信息 不受到诈骗干扰 在社群网站商业领域中 占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Harrison同时拥有Stanford大学的 经济和电机双学士 以及电机硕士学位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嗨,Harrison,你好 你好 你好,欢迎欢迎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 是,然后所以想要跟Harrison聊聊 因为我刚刚跟您聊过 知道说本来是在Bay Area 然后算是在这边长大 但是我想说可不可以先请您 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您的学生力 好,对,大家好 我是那个Harrison Tain 我是那个中文名字叫唐靖夜 我是现在一家在美国公司 前三大寻人网站 Spokeo的那个创办人 共同创办人跟执行长 那那个也是三个小孩的老爸 这样子 那我大概是大学毕业 大概2006年的时候 开始创业跟我的一些室友们 大学的室友们开始创业 那做到今天还是同样的一般人嘛 这样子 每天都是你看我我看你这样子 那在某一方面也是一种 特别的一种罗曼蒂克吧 所以说到现在大概有十几年了 所以在网络界也算是老鸟了这样子 对 那要不要请那个Harrison帮我们聊一下 就是Scokeo的这个服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为什么在美国会有这样一个 寻人服务的一个网 可能在台湾因为我们用Facebook啦 或者是用PTT很熟悉 所以它到底是一个肉搜网站吗 还是一个推荐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服务 让一般使用者会有一个 这个所谓收人的服务 所以Scokeo是一个虚能网站 那我们大概集结了15 billion 也就是150亿笔资料 我们把它全部连接到大概600 million 也是6亿6亿个个体 在这里个体是人 那来帮忙大概有15 million 不重复人次 也就是15 million是1500万 月不重复人次来帮忙就是找人这样子 那找人其实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在社群网站上大概8%的流量是有关于人民 它是第二大不同种社群的搜寻的种类 它是第二大behind那个找地方这样子 所以找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种流量 那它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用途 那大概可以分类成四种 那其中一种就是像比如说普通消费者 要想要去找其他的 其他的他之前失散的好友啊 这样子 我们把它叫做consumer connector 英文叫consumer connector 那另外一种就是要想要确认 消费者想要确认其他人是不是讲真话 假话 像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部落客就说 spoke you before your date 跟人家去网上交友的时候spoke you一下 那这个叫做consumer protector 那在企业端也很多种 像企业端的像marketing lead generation 就是在企业端的找人的动作 那还有比如说bank那些银行 想要确认这个客户是真的还假的 洗钱防治法或者是警察局 要找坏人啊 这种也是一种 这种不同的寻人的用途这样子 所以Harrison你是一毕业 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了吗 怎么那时候不是到大公司 或者是其他stop 而是选择自己走上创业这条路呢 对 所以我大概是大学 快要毕业的时候开始的 那我大学学的是那个电机跟经济学 那其实我的focus 我要是在光这部分 那我这个学术上的这个academic这部分 其实有点难找到工作这样子 所以其实当我要毕业的时候 那其实除了要去继续待在学术界 那其实创业也是大概为二或为三可以走的出路 所以其实答案就那么简单 就是说那时候想要说做一点不太一样的 毕竟在大学也一阵子了嘛 那想要做一点不同的东西 否则继续待在学术界 有时候也觉得蛮无聊的 所以就最后就跟我的一些室友跑出来创业这样子 那室友他们的背景都是什么行 都是什么领域的啊 呃我有一些室友是呃是那个电机的啊 那有一些室友是电资讯工程 就是computer science这样子 所以你们在开始之前有任何参加创业题目的经验吗 或者是实习啦 或者是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有一起参加社团啦 还是你们的感情除了住宿舍之外 有没有什么project是你们在创业之前有一起做过的 其实也没有耶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呃在某一方面也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啦 因为毕竟很多人也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第一次做就做起来了 对就是我没有听到说其他人哦 第一次创业就成功了 其实老实说我们的投资者也是全世界最笨的投资者 就我老爸他当初给我们钱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不太看好我们 所以其实就 对其实 可以透露他他大概投了多少钱吗 就是几十万这样之类 十万啊对对对 对就几十万这样子 我老爸也不是Bill Gates 对不对 所以所以那个对 所以也不是特别多钱 但是呃像回想起来就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想太多 也没有做什么创业的比赛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创业比赛啦 后来我知道 2011年之后有很多大学都有这些活动 那时候也没有 所以就因缘际会就这样做起来 可是你们都double一背景 为什么没有想要做一些比较hardware 或是这种呃硬体啦甚至是对是这个呃就你们你们本身的这个呃对啊学术专长相关的题目而选了一个算是比较internet的题目 嗯其实本来的时候有一个project是在做那个Skype的那个滑鼠就比如说当初的时候那个呃因为Skype很红嘛那你你你你用滑鼠按这样子Skype的电话进来就把滑鼠接起来就变一通电话这样子所以当初呃在呃呃就是说Spokeo的前身其实在做一个Skype的那个滑鼠那我们就写一个software 对写一个software来来去drive这个呃去驱动这个滑鼠这样子那后来这个这个软体呢就慢慢慢慢延伸成一种社群网站集结器这样子哦所以是一个piver的故事 对我想假如说很多人觉得说创业是一个那个故事是很简单的通常那种通常都只是就是一个呃新闻的标题吧那其实背后的故事通常都是有一点曲折 对大概花了多少时间piver成那个这个aggregator啊其实大概就是一年吧对因为大家给一个idea的的的一个想法的时间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那假如说呃超过一年或是两年哦这个原原来的这个想法啊这个idea这个点子不成功的话应该就不成功了吧那但假如说你只是有一个新的点子的话 三个月就想换三个月就想换的话那可能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疑力吧 嗯哎这句话很重要对怎么样的一个情境让你们决定就是放弃把那个idea然后然后专心做这个这个收人的这个服务 其实呃原因其实通常都是很很复杂的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呃要一次做软体跟硬体一个很小的公司来讲是的确是有点难的那那个时候呃就觉得说呃软体的呃它的channel 呃它的通路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那时候走硬体的话你必须要跟很多的通路商啊像比如说比如说那种target他们要有关系那我们这几个呃那种那种小矛头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就比较吃亏一点对所以那时候想说那软体的至少它的呃它的那个呃起跑线都一样所以那时候就呃打算就是focus在软体那我们想的就是要连结呃让大家connect更多人嘛就连结更多的人那那时候社群网站又又呃刚开始了这样子对才刚开始那没几个月就有新的社群网站那我们就想 就想说那干脆做一个社群网站集结器这样子嗯嗯嗯是那嗯像spokeo是全美前三大巡人搜寻引擎吗我我相信这一个领域是相当竞争那又有要跟比如说google这样本来就是以社群呃本来就是以搜寻引擎起家的公司哦那你们怎么做出市场区隔性的产品还有掌握关键技术呢嗯嗯对在我们的社群网站就有一个社群网站集结器 这个市场里面哦呃我们主要的呃区隔性叫做呃我们叫做beautiful data就是美丽的资料这样子哦有点像beautiful mind美丽人生但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哈哈哈那你刚刚讲区别性哦这个positioning这个动作它其实有四个部分哦 好那那哪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你要知道你的target audience是谁哦那你换第二个是你要知道你的friend of reference哦就比如说呃东西南北跟呃呃呃呃前后左右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前后左右的friend reference是你那东西南北friend reference是地球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friend reference是什么那第三个就是啊point of differentiation最后是那个呃reasons这样子所以就是它这 主要有这四个部分 那在B to C 在消费端这个部分 我们的区别性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美丽的资料 Beautiful Data 那以哲理来讲的话 资料本身 其实是一个个体的展现 是个体的一个语言 跟他的一个 跟他的一个声音 那个体可能是人 可能是device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 叫Wiegenstein 他也讲说 人的语言 其实是脑海中的影像 他也correspond to 脑海中的影像 也就是说 你用transitive property 来讲的话 资料其实 是在人脑海的一种影像 也就是说资料本身 是一个很美丽的东西 这是哲理方的讲 那我们的goal就是 怎么把这些资料 怎么把这些个体的声音 把它变得更美丽 那用technology方面来讲的话 Beautiful讲的是 user experience 就是web 2.0 最有名的就是user experience 跟design 那data的部分 讲的是data engineering 跟data analytics 就是大数据 还有这些资料的处理 这样子 所以我们公司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唯一 垂直整合 在UX加data engineering 把它加起来 在我们这个 frame of reference 在我们的 direct marketplace里面 我们是唯一垂直整合 这两部分的公司 所以像最近这几年 Apple还有Google 像各系统的平台 其实都非常重视 个人隐私保护 那在做people search 会不会难度更高了呢 那最近的法规 对于像你们在做search上面 会不会有更多的限制 所以首先答案是会 会比较难 但是任何一个困难 都是一个机会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因为你任何时候 有难的地方 你的竞争者也是很难 对不对 那假如说你可以 你可以跑得比他更远 就像当初 我们公司快倒的时候 跑去我们这个 最笨的投资者 就是我老爸 我跟他讲说 对不起老爸 我把你的钱都快要 这个不孝子 都把你的钱都快要花完了 他跟我讲说 第一句话 他跟我讲说 没关系 反正当初我给你 我就把它当做没了 这是他第一个讲 也没有想到 让他回来 第二个他跟我讲的是说 其实成功是 最重要的是 你可不可以 跑得比较更远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跑到总点 就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这个challenge 当然是有challenge 但是任何一个challenge 任何一个困难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opportunity 都是一个机会 这样子 那 刚刚我讲的 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些 privacy 隐私的部分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 什么是privacy 什么是隐私 那隐私不是零跟一 它是有一个 它是像一个彩虹一样 那在有一个蛮有名的 social psychologist 就是社会心理学家 他说的是 privacy 是level of data sharing about oneself and one's group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有关于资讯 分享的一个 不同的等级 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零跟一 它是有很多个 很多个不同的层次 也depend on你的 你跟什么人分享 分享什么 也就是说 在英文里面有 很有名的叫做6w 6w就是 what when who where how 跟why 对不对 那它有不同的层次 这样子 所以 当你知道这个 隐私的definition 它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它有很多个 不同的机会 像比如说 你在看不同的法规的时候 它都是 所谓的叫做 use case based law 像比如说 美国有一个叫做 FCRA的 它主要讲的是 当你在 做 employment screening 或者是tenant screening 或是long application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care这些东西 那有一个叫HIPAA的 就是有关于 health care information的 KAPA就是有关于 小朋友的 对 所以它都是有很多个 use case 所在 像GLBA GLBA是financial data 那 还有DPPA是driver drivers data 这样子 所以它都是有不同个use case 它不是说0跟1 你可以用过 不可以用 它是 它是很 很细的 好像有不同的层次 所以下一步 有一个公司 假如说可以做到 做到 可以把这些 data sharing跟privacy 来做的比较 优化 比较stringline 比较简单 又很聪明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optimity 那也有人问我说 难道你讲的这些是天方夜谭还是真的 我说 假如说 这些影音网站可以把recommendation engine做得那么好 假如他们可以recommend说你下一个看的东西想要看什么 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你觉得他们technology没有办法做到 他会想要recommend你想要share什么东西吗 答案当然是可以 只不过有没有人做这样子 那在web3的领域呢 特别是着重 比如说 应该是说资料同步验证的事去中心化 你觉得对于像你们公司的发展 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刺激 或是你有看到这个领域对于像搜寻引擎 然后有一个新的机会存在 所以因为我们毕竟是data company 所以我们很care这个definition 这样子就是定义是什么 那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web3 那web3其实很多人在那边讲来讲去 那大部分至少大家可以公认的是 web3的其中一个定义就是去中心化 也就是decentralization这样子 那decentralization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去中心化 那decentralization的定义在英文就是 you know the opposite 反向就是the opposite of centralization where a power and control right it belongs to one single entity or a few 就是说与其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个体 或是几个个体拥有或是能够control 控制这些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个体 来控制的这样子 那它最终的展现其实就是ownership 就是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对他的 我们在讲identity身份资料的时候 在这个领域上他讲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control跟own 拥有他自己的身份跟资料 所以decentralization去中心化的最终的展现 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换个角度来讲 假如说web1是有关于让人可以读取资料 那web2就是让人可以不但可以读取 也可以创造资料 就是re跟write 对不对 re不但可以读取也可以创造 也可以写资料 那web3就是读取创造再加上拥有 所以这个concept 这个ownership 这个拥有的这个concept是web3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那为什么这个concept很重要 是因为你在看那个现在的capitalism capitalism就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对 资本主义其实是建立在private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所以当你的资料的ownership 跟这个property这个definition 这个定义被define的时候 会有新的资本主义创造出来 所以这是web3的definition 那web3有很多种 那web3在身份在identity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 很大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因为现在在web1跟web2的做法 你的身份啊 你的资料其实不是你 不是你控制的 对不对 像比如说脸书 你的脸书的那个账号 假如哪一天脸书不开心 你的账号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资料啊 你的身份其实不是你在控制的 是别人在控制的 那这个concept of ownership也不在那边 它其实是你仔细想一想 它什么是ownership 其实在web2是没有这个被定义的 那web3是第一次这个定义会被定义化 那我刚刚讲的 当你有这个定义的时候 那个新的资本主义会发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革 所以对我们公司来讲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 在这一部分能够做一些创新 听起来其实非常有意思 因为其实web3其实算是这两年的bossword 然后不管在seek 全世界投资和创业领域都觉得跟区块链 或是加密货币有一定的相关 或是元宇宙 但我觉得从这个2.0的老骨头走到现代 我觉得你的观察跟描述 是非常贴近这个真实的一个叙述 那我也很好奇 那一个像目前物联网 智慧家电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 或是穿戴装置会有很多的数据 那我们就先排除这个部分的隐私的问题 但是从你们在做这种growth hacking 或是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的增长 你们是怎么样聚焦在用户 或是你们的B2B或B2C的商业模式上 有什么不同 然后你们的一些成长 或是在从2.0到现在 可能到了mobile AI的过程当中 你们又有哪些商业模式的调整 或是变化呢 所以首先从B2B跟B2C的方面来讲 我觉得B2B跟B2C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以行销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资料的大小 所以在B2C方面你可以用大数据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有像我们的用户 不重复人次流量就大概几千万 一个月 那用户本身付钱的用户也有几十万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你有那么多的数据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有趣的动作 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了解说 我们用户他的终身的 的lifetime value是什么 这样子 对不对 顾客终身价值 对 价值是什么 对 你用大数据就可以马上做出来 而且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精准 而且你不用一个数字 你可以有不同的segment来做 这样子 那你做B2B 假如说你只有十个客户 一百个客户 那在统计学来讲 你没有办法有law of large numbers 也就是说你的那个variance会太大 对不对 所以其中一个从行销学来讲 或统计学来讲 我觉得B2B跟B2C 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就是在于你的数量的大小 那你在做B2C的时候 因为你有很大的数据 所以你对你的成本的控制 就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像比如说在B2C的做法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单位的经济的 那个数字要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因为你在做一个成长的时候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unit economics乘语 就是单位经济再乘语有几个单位 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那单位经济学有很 单位经济有很多种不同的metrics 那最有名的就是lifetime value 对不对 中生顾客的价值跟cost per acquisition 就是你买那个客户的价钱是多少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中生顾客的价值是10块钱 那你为什么不花5块钱去买这个客户呢 对不对 那假如你这个单位经济的那个做得非常的好 可以把它的cost down做得很不错的话 对不对 那你在做惩罚的动作的时候 你数量就很大 毕竟假如你单位经济很烂是零 那零乘以一千一万还永远都是零嘛 对那假如你单位经济很不错的话 那你做成的动作的时候 那个数字就会很漂亮 所以就是要非常精准的去掌握CPA 就是顾客取得成本的部分 所以其实跟还是一切都是要精算 那像Herson你在看B2B可以获利的这些专业用户上面 你觉得在经营方式跟B2C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在传统来讲的话 B2B尤其是那种很大的那个average order value 就很大的那个客户来讲的话 那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为什么像比如说在大客户 像超过十万块美金一年的时候 通常你就会有那个account manager 就会有dedicated的专门的人 去来这个service这个account这样子 那在B2C因为你的单位经济用几乎你能够拿到差不多50到100就投销了 老实说所以单位经济量是很小的 所以你不可能有account manager的动作 那你的acquisition就是你在拿客户的时候你也不可能用sales team来做 因为sales team的per acquisition cost通常要超过500块美金才会make sense 这样子所以在B2C的动作通常都是要用automation要用自动化来做 这样子你要做量而不是在做那个不是在做关系 但假如说你在你在做B2B的话你的单位的那个量 一个单子大概是10万块美金以上 那做那个关系就很重要 所以目前现在像你们主要的客户啊 客户群大概会我们刚刚之前稍微聊过 大概分成几个形态的客户群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一般可能大众都觉得说 我需要可能去搜寻一个可能我的亲朋好友 但是除此之外对于像企业界来讲 收人服务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然后需要付钱的这个部分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啊可以 所以首先那个我们的客户群在企业端的话 通常有两种 一种就是一种身份的确认 对那第二种就是行销 像Legion跟Marketing这样子 那我们公司主要的focus是在身份确认的部分 因为身份确认的部分虽然它的量比较小 但是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是focus在身份确认 那企业端的部分像比如说在银行业的话 银行业就蛮多的 像洗钱管制管制法 叫anti-money laundering的那个law KYC know your customer 知道你的客户是谁 对不对 什么know your business know your customer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在security的这个世界里面 有一个concept叫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就比如说你在做login account creation的时候 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后来有一个叫做authentication 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在做 authentication讲的是你的实体的个体 跟你虚拟的个体 digital identity跟physical identity之间的连接 像比如说我们在做security的时候 大家都讲说digital account 你要做encryption加密解密的动作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 假如说那个人的 他忘记他的password 或者他password被盗 那坏人还是可以 你再怎么加密解密 你的digital identity再怎么安全也没有用 所以authentication这个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通常authentication就会加 就会包括像biometric 像比如说你的facial recognition facial matching liveness matching fingerprint 这是biometric 也有是secret passcode 有什么sms那些messaging的 otp的verification email verification social login一大堆的 所以这就叫做authentication 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种 不同种的身份确认 这是七月端所需要的 谢谢harrison的这个帮我们解释了非常多 在收人服务 这方面对于2C还有2B 不同族群的经营 还有增长的方式 那我也在之前您的专讨论中 了解到说其实spotcal的年营收已经超过8000万美金 那你们大概是2010年以前就开始获利了吗 对我们是2008年开始获利了 哇真的很厉害耶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们就没有接受过创投的资金 对我们就是自己 自己这样子bootstrap这样上去的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跟信古一般的其他的startups 他们的想法其实很多都是 我一开始就要拿创投的钱 然后快速的增长 而不是以自己就是make profit为目标 你们当初是怎么来设定 就是说我要先以盈利为目标 让自己先茁壮 而不是先拿创投的钱 还是跟家人的投资有关系 一开始就很多 其实也都不是耶 其实就是说当初有一些因缘巧合 但也有一些是企业文化 但是因缘巧合方面就是 当初我没有试着去拿钱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创业环境没有到后来那么的那么的热门 所以也就拿不到就这样子而已 那后来 后来开始赚钱之后 但有一些机会 但是也就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赚钱了 你突然给那么多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因缘巧合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没有拿VC的钱 其实我们也没有 有些人把VC Venture Capitalist叫成秃鹰 什么Vulture Capitalist 我们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也对他没有什么敌意或什么的 但是就是因缘巧合 我们就没有拿钱这样子 会不会是你们有遇到同行的竞争者 然后用这种高资本的方式跟你们竞争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你们目前在成长过程当中 应该也有遇到同业吧 对是有的 那他们也是拿很多钱 那在2018年那个已经刷了一批了嘛 那现在我不晓得 希望能够再刷另外一批 通常景气好的时候是不会 拿这些钱的人是不会被刷掉 那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其实是谁有实力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所以某个角度你们是因为刚好经历了08年 然后在那时候之前你们一定获利了 所以某个角度真的是蛮 既幸运也是因为实力啦 我觉得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时间点 然后加上那个时间 就像你讲 可能一批的对手 因为这个金融风暴而被洗出这个局外 那你们也在比较正确的时间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成长的轨迹 所以再往下看的话 你觉得你们接下来最大的挑战 还有像刚才可能聊到像web3啦 或者是我刚才可能聊到像穿戴装置 或者是物联网这一块 你们觉得你们接下来最大的挑战 跟成长的可能性会在哪里呢 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其实到最后都是有关于人才嘛 最后都是回归到人 对不对 像比如说你今天要做AI跟那个人工智慧 或什么的 你也需要这种地方的人才 那今天要走web3 web3通常它的背景是比较security network security这部分 所以在那这种人才又跟人工智慧 人才又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都是讲到人 那所以在比较上面的讲法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策略是垂直整合 对不对 那讲到为什么我很care垂直整合 其实讲到最后就是因为 我这个人还蛮想要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 那你想要知道什么是人 对不对 尤其是这样讲一个有趣的例子 像digital identity digital identity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一个天然的制成物 它不是一个像比如说我们说实体的个体 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谁 但是在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在digital在数位化里面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identifier 能够identify说这个人就是你 是没有的 它是一个artificial的construct 它是一个人工制成的东西 所以什么是人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回答这些问题 你必须要一直往下挖 一直往下挖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讲 为什么要做垂直整合 其实在某一方面 比较自私的角度就是 我还蛮有好奇 这些答案是什么 那垂直整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必须要不同种的领域的这些能者这样子进来 对不对 因为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做digital marketing 这是一种做法 那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做设计 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做big data data engineering 那你又必须要知道怎么做AI 对不对 AI跟big data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后来又要知道security 又要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也是自己找的 自己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大概多少人 我们大概有180个人 OKOK 都在同个地方还是有remote 或者是不同的区域 然后业绩大概分布是以北美 还有其他国家怎么样分布呢 对我们的业绩几乎全部都是在北美 那我们的在2020年之前 大家都在LA 那现在很多人也搬到什么德州啊 什么Atlanta什么的 所以现在就到处 现在就全部都全部都有了这样子 对 就是hybrid的方式 就是有人是local上边 有人就已经remote 对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那个flexible work 对不对 那时候也有一点 其实有一点争议啦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觉得未来是什么 对不对 假如你觉得未来是flexible的话 那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你想要解决未来的问题 还是以前的问题 那这样大家也懂了 对 对我想其实Harrison给我们非常多 我觉得很深入又非常这个 浅显易懂的一些概念 譬如说我觉得你今天能够把一个 web123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 从这个读取到这个创作到拥有 这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分类 那另外像Sparkio的整个这个商业模式 还有你们创业的历程 我觉得都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那我想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创业路上 其实你们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就相对大部分系股来说 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模式 就是不拿这个投资人的钱 外部投资人的钱 然后又很早的取得获利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学习 也可以很好好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更重要的是你如何从一个小留学生 变成一个在地的创业者 然后经过了之后 已经十几年的一个创业历程 他拥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胸怀 然后可以去跟你的其创业伙伴 能够一起共事 我觉得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也非常谢谢Harrison 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精彩 而且深入的分享 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再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谢谢Harrison 谢谢 谢谢IC 谢谢Kelly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Facebook粉丝页 还有社团留言哦 也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和QuickPost也都上线了 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 再次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Taiwan 和书卫世代Mid双海小鸡的独家赞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